近期,丰田公司宣布在固态电池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通过简化制造固态电池所用材料的生产过程,能够将电池的重量、体积和成本减半,且改良之后能够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1200公里。 据丰田方面对外透露,2025年前,丰田的全固态电池将实现小规模量产,首先搭载在混动车型上,但2030年前,丰田的全固态电池要实现持续的稳定量的生产。 一直以来,全固态电池都被称为取代锂电池的下一代产品,比亚迪、宁德时代等自主企业都在进行固态电池研发,但由于成本等问题,目前该技术力量产仍遥遥无期。 为何丰田成了第一个宣布量产时间的企业,体积、成本均减半,是重大技术突破,还是丰田放出的烟雾弹?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为什么日本现在在固态电池研究开发方面稍微有点成绩,就巴不得昭告全世界呢? 因为这确实值得炫耀一下,液态电池已经进入日常生活30多年,而据业内专家表示,液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已经接近理论极限值,大约为300瓦时每千克。 然而,随着人类对于电池储能量和快速充电需求的增大,液态电池的提升空间几乎已经不存在,因此,新能源汽车行业普遍认为,下一代电池技术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固态电池。 固态电池本质上仍然是锂电池,但其与液态电池最大的不同在于,使用固体电解质,例如聚合物、氧化物或硫化物等材料。 这种改变虽然看起来不太显著,但带来的优势却非常明显。 首先是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液态电池内部存在隔膜和电解液,这使得电池在剧烈碰撞和高温下很不稳定,容易产生剧烈反应,甚至爆炸和产生毒烟。 相比之下,固态电池由于没有电解液,其安全性和使用寿命都得到极大提高。 其次,在通电状态下,液态锂电池会产生树枝状的金属锂锂单质,形成锂织晶,从而造成内部短路,导致电池发生火灾。 而固态电池由于固体特性,基本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第三,固态电池能大幅提升充电速度。 由于固态电池没有电解液和隔膜,也不受温度变化影响,可以以更大的电流电压进行充放电,从而显著提高充电速度。 第四,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更高。 由于其负极可以直接使用锂金属,而普通的聚合物锂电池需要嵌套石墨,固态电池的质量减轻了很多,能量密度更高。 此外,固态电池使用电解制材料取代了电解液和隔膜,使得体积也大幅度缩小,从而在同样大小的空间内能储存更多的电量。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续航普遍在500公里左右,已经有实验车型可以达到1000公里,这仅仅是使用液态锂电池,而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是液态的两至三倍,至少能达到600瓦时每千克。 如果真能成功的大规模量产,日本丰田所说的充电10分钟,续航1000多公里并非没有可能。 日本的固态锂离子电池与其他国家的有所不同,它们采用硫化锂和硫氮质作为电解液,当硫氮质与金属锂接触水后,会产生剧毒的硫化氢气体。 因此,固态电池必须绝对干燥,不能有一丁点水分,这对电池的封装要求非常高。 丰田并不是第一次宣布固态锂离子电池的研制成功。 早在2010年,丰田投资的新能源实验室就曾宣称,研制出了一种充电10分钟,能让汽车行驶1000公里的电池。 而在2021年,日本再次宣布研发出了一种充电10分钟,可让汽车行驶500公里的电池。 然而,这些电池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都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并没有走出来,投入实际生产和使用。 固态锂离子电池的潜在应用前景是令人振奋的, 它有望为电动汽车和其他电子设备带来更高的能量密度和更快的充电速度, 从而极大的提升了电池的使用体验和便利性。 然而,在技术突破之前,我们仍需保持理性和耐心, 以便在未来享受到这一新型电池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改变。 丰田集团2022年全球新车销量达到了1050万台, 比排在第二的大众集团多了220万台, 连续三年产连销量第一。 不过在电动化上,丰田的成绩却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ETNGA纯电架构的首款车型BZ4X, 2020年10月在国内上市。 先不说销量如何,上市不到半年就因安全驾驶辅助系统的前置摄像头存在故障而召回。 在国内召回之前, BZ4X还在海外市场因轮圈螺栓质量问题而发起过召回。 更要命的是电池问题, 这台车在海内外市场还出现了低温无法充电的问题。 海外媒体的测试中, BZ4X的四驱版本车型在零摄氏度以下的环境时, 无法进行使用直流充电, 只能用慢充花费近10个小时为电池充满电。 除此之外, BZ4X还存在低温条件下续航达成率低的问题。 同样的低温条件下, 比亚迪和EV、吉胡ααS等车型的低温续航达成率能达到60%左右, 而BZ4X则不到40%,甚至比奇瑞QQ还低。 再看BZ4X的参数, 售价19.98万元的入门版本, 搭载了一台15000瓦的前置电机, 纯电续航仅为400公里。 再次先不说续航, 要知道BZ4X是一台1.8吨重的中型SUV, 仅搭载一台204马力的单电机, 不得不说这很丰田。 也正是因为BZ4X的产品力存在诸多不足, 因此今年年初一气丰田经销商直接给出6万的优惠, 过去的丰田哪受过这个委屈, 像汉兰达等车型最早可是要加价才能提车。 最后再说前面先不说的销量, 今年1-6月, 一气丰田BZ4X卖了5041台, 广气丰田卖了4132台, 二者合计销量只有9173台, 从纯电车的销量排名看, BZ4X比极客009还少卖了21台, 可以说, 丰田在纯电车上算得上是差生。 然而, 近期有媒体报道, 丰田宣布固态电池技术或重大突破, 成本和重量减半, 充电仅需10分钟, 续航超1000公里。 这条消息就好像, 你邻居家小孩, 平时考试只能考200分, 高考突然考了700分, 直接上清华震惊你一整年。 当我们深入了解这则报道之后发现, 事实比一些媒体的报道更离谱, 国内相关报道都来自于引用自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的原文是, 固态电池技术取得突破后, 丰田公布了将其电动汽车电池的尺寸, 成本和重量减半的雄心。 所谓的技术突破是指, 简化了制造固态电池所用材料的生产过程。 丰田称这一发现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能够大幅缩短汽车充电时间和增加续航里程。 然而, 这里的技术突破与大幅缩短汽车充电时间和增加续航里程 并不是因果关系, 因为后者是固态电池的特性, 而非丰田研发的固态电池的特性。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在2027年开始为电动汽车生产固态电池, 所谓充电10分钟1200公里续航的说法原文则是, 并相信现在可以制造出续航里程为1200公里的固态电池, 充电时间为10分钟或者更短。 问题是, 现在可以制造出12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 和在量产车上搭载1200公里续航的固态电池,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前者可以不计成本, 不考虑实用性。 这就好像什么呢? 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了核聚变, 就直接宣布人类将无需为能源问题而担忧, 关键问题不在于实现核聚变, 而是可控核聚变。 丰田宣布技术突破的第二天, 在2023年中国汽车论坛上, 明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表示, 如果丰田说今年能量产全固态电池, 我是只怀疑太多的, 目前全行业谁都不具备量产固态电池的能力, 至于到2027年能否量产, 作为技术人员我也很难说得准确。 最后, 在丰田宣布技术突破前一周, 丰田因广告称旗下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短, 充电桩亦找到遭消费者质疑虚假宣传。 英国广告监管机构对其实施的宣传实施禁令, 日系车企多年深厚的技术积累毋庸置疑, 不容小觑, 不过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前景与路径仍不清晰, 成本问题依旧是绊脚石。 总而言之, 对于日系车企来说, 走出当下的灰暗时刻, 要做的还有很多。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